四川 简称川 这里有多样的地貌 珍惜的生物资源 丰富的旅游资源 令人叹为观止 留脸忘返 是一片上天遗留在人间的秘境 四川悠久的历史文明 多样的民族融合 独特的生活文化 萌发并传承着 中国独一无二的川鼠文化 瑰丽神奇的自然风光 灿烂多姿的人文风情 以及陶醉人心的四川味道 一同构建出 一个享誉世界的天府之国 四川的地理优势得天独厚 是中国通往世界的重要门户 天府国际机场 坐落于四川省省会城市 成都 便捷地连接起周边新城 距离成都市中心 几约五十千米 其演映在自然山水之中 水系纵横 环境秀美 天府国际机场的建成 将使成都成为国内第三个 拥有双国际机场的核心城市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一段精彩的空港之旅吧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景观设计 以穿行天府为设计理念 只在打造令人瞩目的机场形象 创造兼顾生态与安全的可持续环境 营造友好而难忘的到达与出发体验 五大设计策略 一、提炼四川自然文化特征 设计将四川的人文历史自然文化 融入不同的功能区域 二、兼顾多种人群需求 未有不同需求的人群 设置合理且多样化的功能空间 及配套服务 三、提升生态可持续性 采用多种的生态处理手段 来进行羽红管理 实现海绵城市的设计理念 四、降低碳排放 通过推崇低碳的出行方案 选择节能环保的材料 以及高效清洁的能源 来打造绿色空港 五、共享智能信息 智能化的信息平台 能够为每位旅客带来最实时的信息 机场以复合公共交通为导向 地下层设有大铁及地铁线路 一层为地面车辆洛克区 二层贯通城市快速公交 PRT线路 四层空间连接城市高架道路 一、空港大道 该区以穿梭彩林为设计理念 汲取四川特色主题 将竹林、彩树、幽静、回流、花田等元素应用其中 结合丰富的植物选择 打造动感且变化的景观大道 开车行驶于空港大道之上 起伏的红色隔山从车窗两侧掠过 竹林与彩林交替引线于隔山背后 抽象于自贡彩灯的景观灯笼 有节奏的出现 这一系列元素一同营造出独特的道楼体验 PRT行驶于空港大道绿带的中央 两侧种植有韵律的变化 带来丰富的体验 进入航站楼区后 通过一段密林豁然开朗 创造充满仪式感的到达体验 二、展示秋陵花海意境的到达航站楼景观 航站楼景观展示了四川丘陵 茶田花海的景观意境 该区景观内容丰富多变 包含有航站楼前场绿地 屋顶绿化 高架下及前场外围绿地 驶入航站区 映入眼帘的是大块面的彩色种植 配合起伏的微地形与生动的飞鸟雕塑 打造强烈的视觉效果 三、汇催四川文化精髓的小四川公园 该区以巴蜀集锦为主题 展现多彩的四川文化 公园四周以四川地形为设计要素 南北各设置一个出入口 环湖一周分布由以巴蜀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场地 为候机旅客提供一个活动丰富的户外空间 从知景广场到森林剧院 从郊野丘陆到莲浦花园 配合冰湖的流传满航 望体、雨水花园 营造丰富的游园体验 四、体现舞秀文化的办公服务区 该区以舞秀、生活、服务为主题 打造一个轻松活跃的办公服务区 办公区绿地以相同的设计语言贯穿始终 不同功能的活动空间被包围于绿化之中 五、生态宜居的道路街道 设计赋予街道以绿色、生态、标准 三种不同的功能属性 创造一种宜居的生活方式 街道设计突出生态性 以植物来定义街道风貌 带来不同的街区体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及国际空港、文化名片、生态园区、智慧科技为一体 将会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闪亮的交通枢纽中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